招牌炸醬面 不少客人上门就爱这一味 搭配豆芽菜小黄瓜等五种蔬菜 跟炸酱一起搅拌 豆芽菜尝起来口感清爽不油腻 很清甜的豆芽菜 保鲜盒装有生的豆芽菜 放在冰箱冷藏 要煮炸酱面时再拿一点出来汆烫 店家大动作出示保存方法 跟厨房前置作业自清 就是因为这把豆芽菜跟消费者护杠 又消费者怒批天气热豆芽菜 吃起来有酸味 消费者表示跟家人来到这家店消费 加了一点豆芽菜吃 三人都吃出酸掉的味道 但店家表示当天也有 其他的客人上门吃豆芽菜 但没有吃出酸味 回应说我怎么可以给他吃臭酸的东西 那后来我就找了三位试吃 结果三位回应我的都是 没有问题 而天气热食材不易保存 成了餐业者头痛的问题 一定要放在冰箱冷藏 或者说放在冷气的地方 餐厅常见的店内小菜自取 像是小黄瓜豆芽菜 豆干皮蛋豆腐跟猪头皮 这类的小菜最容易天热腐坏 通常在温度高的夏天 会放进四度到十度的冷藏柜 至于辣椒小鱼干 因为大火快炒过 腐坏的速度没有其他小菜这么快 店家放在餐厅内提供民众自取 但一定得有空调 而且最多一个小时就要收进冰箱内 天热摆在桌上的小菜食物如何保存 成了店家一大考验 记者林冬明周一的台北采访报道